宝宝宝宝 难道噩梦了宝宝 跟他哥在学噩梦啊 还未依旧搬的是 寄恶小女孩啊 哪个傻逼跟你 学这个傻逼角色啊 这非我角色还用脸啊 啊 刚才什么声音啊 哦宝宝 在前被认出来了 在前被认出来了怎么办呢 那只好换一句打的呗 那怎么办啊 那换一句呗 那好吧宝宝 那我们就换一句吧 这把是荷耀堂啊宝宝 虽然说有双修 但我们还是考虑抓下佣兵啊宝宝 因为整个地图只有这个点也比较好抓 傻逼角色有哪儿看的 傻逼 哦差点跟丢了宝宝 不过还好看见脚印了 这边佣兵推墙啊 啊 再改了个正上吗 真的是一个小笨蛋啊宝宝 你们不要像他一样哦 直接改了个正硕的话 那这个开局 嗯怎么说呢 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佣兵的26啊 不是我没见过这个傻逼的角色啊 哇你妈的开一阶 最近能太变弱了 事本能变没了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街干扰开一阶 终于能会变弱的啊 下以三换目随便遛的爆呢 哦搞不好 那我们正上的话就不能守这个佣兵了 我们过去排下飞人家的位置哦宝宝 这边看见了 这边看见了 飞人家已经交一个喷起背包 正常打一刀哦宝宝 是飞略哦 这个佣兵我们不能追了啊 过来抓这个飞家的双挡 可是他的大喷起先好怎么办哦宝宝 我们的飞人被打断了 一个二招跟上去 哎呦可惜还是没有的 前面翻窗的话距离肉拉开了宝宝 这边喷起背包又极限好 哎呦宝宝好烦啊这个飞人家 飞人家好烦哦宝宝 哎呦最后卡了一点熏绿 利用10%的一个移速极限击倒了宝宝 但是这个节奏已经很烂了 因为被飞人家溜了很久啊 这个人还是不用手过去空一下就是妻子 有电铲过去抽一刀 倒没抽到 踩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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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逼在干嘛踩电啊 这边先把电厂踩了宝宝 先把电厂踩掉 然后但是呢 球队已经拉远了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有两个团送 球图这波的话 那边板子已经被我们处理掉了 他再回来敢修的话 我们是给你拿刀的 这边过来拍人 后来他们补状态 宝宝他们刚不好的血就被我打掉了哦 宝宝睁张眼睛 控场是这么痛的宝宝 双传个门的控场是这样控的 他们的状态全部打下来哦宝宝 这个律师没有必要硬追的 因为墓地的板子被我踹掉了 那个地方二階是个必拿刀的 有传送的话 重复上一个步骤就可以了 第一刀怎么难得律师 第二刀还是怎么难 快点赶道具哦宝宝 这个律师也真敢翻啊 要被震射完 要不然这个律师在凶了 先判一刀状态 状态和道具最重要 这个点传回去就是秒死亚遗产 踢到了 然后我们可以压遗产 但是旁边也会修复 我们要反正躲电 你不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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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宝宝 哦宝宝 我们错过了拿到了这刀了 这边外面全是惨状态 我们还压了遗产机 我们直接回来了呢宝宝 我这边遗产压住 但是佣兵呢 这他用不好了 哎呦好烦呢宝宝 他把我提供太错了 不要再点心动 没有通缉的 看这四个佣兵没有道具了 就一个魔术棒 我们是可以争双挡的 因为他是有博命的 双挡总是不亏的哦宝宝 有博命一定要追双挡哦宝宝 没有博命打战队 就可以调整最好的宝宝 不要乱追双挡了 这边又发现了两个人 不断的小傻瓜 这是个小傻瓜呢 然后宝宝我们把这个修图挂上 因为人住不了啊 段待非常的长哦宝宝 这是我们一起共享努力的结果哦 我把这个律师给打掉 让他们来回跑足 这个人手不会用的 我们翻盘了呢宝宝 我们翻盘了 现在只需要从来加冰 加住人就可以了宝宝 又没在地上躺着 他搬起来救不了人的 你不废话呢 啊我又你看啊 你不废话呢啊 你不废话呢啊 他上船噩梦超猛的你不知道吗啊 你散了怪你什么事啊 这噩梦的欺凌强度哎 哦宝宝我们成功的把头太掉了呢宝宝 然后那边记得开了 那边最后的遗产 但是遗产也是被我们压住了宝宝 所以就在压遗产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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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击倒 没关系 算是有点曲折 但我们还是胜利了哦 宝宝 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哦 宝宝 宝宝会供场了吗 宝宝 供场就这么困的哦 宝宝 然后直接投降了哦 是四高哦 宝宝